那个是长天 有一只可怕的导物 今年他一岁 就是三百多天 醒来就要吃人 有一个神仙告诉人们 连最高红色的风气 和最大的想象 年快来的时候 大家在脸上 天后一身放鞭炮 连看到红尸 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 就吓跑了 第二天 人们见面都说 恭喜恭喜 新年快乐 华人新年就是这样来的